大家好 第一個出來 第一個死 沒有啦 太噁笑了 第一個出來最棒 因為我講過了後面就不爭講了 對不對 欸 人家可以照樣講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那今天這個課程整個 三個不同的主題讓我感受到 親自這樣體驗下來 感覺到把自己的真心話 就是展現給大家 也是我意識到的事情 那我是覺得 就是帶的很棒 然後 那每個學生也真心的在對待我們大家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團體 讓我們做這樣的互動 那因為是人際互動溝通技巧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我們學到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今後我們再對每一個人 都用真心 真心話 真誠的方式 來對待對待大家 我們才能夠永遠這樣子 永遠生活在快樂當中 謝謝 來 第二排 第二排找哪一位 你已經代表出來了 對對代表出來了 那你是第三排的還沒有 先第二排 第二排找個男生帥哥 中文正 好 文正 鳳梅老師說的好 一句話讓人笑 一句話讓人跳 那我今天真正見識到這一句話的力量 一開始我們都被捧上了雲端 上了天塔 那最後呢 有些人疊了下來 掉了地律 我們也看到了很殘忍的一面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 淘滋於內心的一份真誠 那今天這個課其實讓我大開眼界 非常謝謝 謝謝 今天就是大開眼界 我們上一盤課至少都是八千塊錢 第一小時 來 第三排的 阿老師好 因為我說說我上海是有目的的 是不是不要走 OK 阿老師 希望你看在這個一個擁抱裡面 要多一點的時間 一分鐘好了 不要三十秒 OK 各位同意 阿老師好 各位親愛的家人大家好 有感動就要說出來 今天在老師這三個遊戲裡面 我真的收過到很多 我就經歷把我的一個心得 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上的是 人際溝通技巧 但是我們一個晚上裡面 只玩三個 一個互動的一個遊戲 那在遊戲裡面 真的有很多 因為人在人跟互動 就是人跟人的什麼 關係 其實就是老師的三個 互動的遊戲裡面 我感受到就是三個關手 第一個就是 我們常常聽到一句話 就讓我很深 是 或者聽到一句話 讓我很高 是 不然就有多 三個話有講 不說出來 人跟人互動就這三個 我發現老師謝謝你 這樣子 謝謝你 那可能是在前面兩個 哪一句話讓我聽得很生氣 哪一句話讓我聽得很高興 我個人回去會做的功課是 我一直思考 為什麼這句話我聽得很生氣 那背後 原因絕對不是 因為經文講的這句話 讓我很生氣 而是背後我自己的功課 這是很寶貴的 可能是 今次回去我要想想看 為什麼那句話讓我聽 我很生氣 我要找出原因來 找出原因來 以後請經文 不要再講這句話 好 那後面我講這句話 那我很高興 我要找出我個人的功課在哪裡 絕對不是因為對方講這句話 那最後很寶貴的是 最後那個體驗說 說出來 很多人會有隔閡 會有代溝 會有一些摩擦 就是 有話嗎 沒有說 不然我好像說 你都應該了解我的心 天曉得 說出來 人家就會知道 就會心想怎樣 事實 這樣就不會了 我現在有想 我想嫁人了 你們知不知道 知道 你們就會怎樣 成全我 現在我們要把什麼事情都分在心裡面 那回到老師最開始 開門今天就告訴我們 事實上講話沒那麼的難 剛剛有問我說 我待會上次要講什麼 老師已經告訴我們怎麼講了 真跟什麼 成 我自己腦袋想講什麼 就講什麼 可能我們不斷在修練跟練習的時候 我們講出來的話是 不傷害別人 不照他自己的原則下 我想到我就去講他 那就是很簡單的 所以再次要給老師 好 先給我們抱謝謝你們 好 謝謝我們鳳梅的這個分享 第1 2 3 4 第4排哪一位來這位美女 來 就是你 來 我們掌聲歡迎她 各位晚安 我們沒有想到最後一個課題 還是要我要上來分享一下 蠻特別的一次體驗 因為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 然後馬上就要把一些 算是比較以前沒有想過的一些問題啊 比如說最喜歡的話 最討厭的話 最想講卻又講不出來的話 通通把它寫出來 然後還要對著陌生人的一句一句 再一再再再的重複 蠻深刻的體驗 那就像前面這幾位學姐啊 這樣子提到的 這些話到底對我來說是什麼 它的背後意義是什麼 可能我要回去再思考思考 正道題一下就是 我剛剛的第三句話是說 是對我父親的意見 就是說不要再嫌我囉嗦 其實我很關心我父親這樣子這樣 那我想如果是我們大家應該或許 因為我看很多同伴們 都有這樣子的說法就是 爸爸媽媽長輩永遠就是爸爸媽媽在上 我們跟他講的東西 或許他有時候不接受 所以這邊是我的一個功課了 我要回去練習 要讓他怎麼接受我的好的善意 然後每次到後來變得兩邊都情緒不太好 那雖然這個課程遊戲玩完了 然後但是後面的問題也好難喔 可能還要花一段時間去思考一下 蠻深刻的體驗 那謝謝大家今天晚上 我們一起參與的這個活動 謝謝